另外,大家可能会关注,现在有很多战车集结 大家应该有看这些照片 这些照片在Twitter上也有很多 有条片给大家看,哇!整条片真的很夸张 真的有很多车 有时你这样扎眼扫上去,33-40架 就这样看,一个型一定有的 很厉害的 里面有很多车,例如T80,BMP 然后有些ES3,折走炮 还有Bread 这些我都看到,有些普及车 因为它有很多白烟,我看到一些 都在Twitter上表示,现在是否有个地方开始进行集结 或者训练,或者一些暴震等等的情况 而乌克兰的国防部长列芝尼科夫 你也知道他,都得得咨咨也会说 他也接受了爱沙尼亚的电视来访问 他说到炮异已经陆陆续续抵达乌克兰 所以接下来,对乌克兰的总参谋部 反攻是相当帮到手的 也会将战车放在不同的地点进行部署 在一个反攻时间点,理论上就不可以怎么说出来 你看到列芝尼科夫也说要看天气,看土壤 因为我们说过,如果你的地位 例如黎湘军太厉害,轮色战车走不了 你又会变成一些理带型的去玩 那就差很远 Stryker那类,AMX10RC也比较难 所以也要看,大反攻最好是天气状况好些 他说到这两个月,似乎四月五月 你就会见到我们的战车 其实都已经公开宣布了 未来的反攻将会是四月和五月的情况出现 这个就来自我们说的列芝尼科夫 其实是一个说法 当然我们另外也有追踪到一些坦克 即是我们说的比较重型的部队 可以见到现在在巴赫姆的地区 我估计最早准备的塔德 我估计应该是挑战者2 应该是最快脆的 大家也在想,会不会在巴赫姆里移动 会不会在巴赫姆里开始进行攻击 也不会说是不可能的 有机会在巴赫姆里开始展开反击的行动 现在先说挑战者2型最早进去 英国的14架,说真的都会有70吨 我相信其他VDV和空中突击旅 配合同这些装甲部队 在反攻的路上便会很帮助 似乎乌克兰这边 第25和第80几空中突击旅 现在会过去英国那边接受训练 会不会他们要训练多久 我们还未肯定 但现在这边我们看到 很可能 新的VDV要和这一批英国或者欧洲的 装甲部队去做合作 我们也要看他准备的情况 但我们说到现在英国的坦克 和英国的AX90的自走炮都到了 我训练也完了 当然如果说到训练那边 你问Bank Wallace Bank Wallace 英国的国防部长 一定会跟你说 其实是不够的 是要做多些的 尤其是你去做Challenge 2那种 Hunter Hunter System 就是你车掌或者炮手本身 就是他们去做一些 发射转移目标发射那种 Hit on the run 不同的一些 北弱很多他们做得很好的做法 你Shift Target可能是两三秒之内 所以他们的分野仍然很大 我相信Bank Wallace的想法就是 就算你去不到我们七八成 你都不要差过一半 现在可能都是两三成 可以驾驶到这个坦克 坦克其实你也是与时间竞赛 我们说坦克的优势在于 在陆地来说 可以驾驶到一辆车那麽快 即是七八十公里 那都是挑战者二刃是比较慢 可能驾驶到五十左右 50多 但也算快 快速的移动 还有装甲力量 你可以抵挡对方 无论是普通的步兵 甚至乎大家知道 挑战者二刃对反坦克武器 本身都很挡抵挡对方 他们的旧式都未必有什么 Trophy System 现在新的有 所以旧底都捱得到 新的这些 这批防御力只会更加之强 现在3月下旬 其实真的会进入战斗 但是不是一来 去到巴赫武这麽危险的地区去打呢 因为真的如果这个地区打 小不免坦克損伤一定会出现 包括什么呢 就不是被人打烂的 而是被人打到坦克移动不了 在这个情况下 你都要汽车而逃 如果你被对方呼祸一架 的挑战者二刃 那当然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们会继续观察 现在就要配合 我们说的挑战者二 好的情况是他们的部队 就和他们一起去做训练 这样就会好些 例如说他们每次推进的时候 都会有些VDV在附近 帮忙开火 这样去攻击 所以对暴弹协同 对坦克来说 安全会好些 你就不要像俄罗斯那些死人战术 死人战术 永远有些人坐在装甲车上 当然不是说 你全程都要暴弹协同 是不可能的 但问题是你整天都只是这样 例如说你进到城市附近 真的有机会被人伏击 危险的位置 你又不会做这些事情 那你无人机 空中的偵察 又做得不够 或者做得不够好 所以被对方打得一祸熟机会很大 这个marking 我们聊天 他都知道是俄罗斯这些惯常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与天气有关 我们刚才说的 黎将军的问题 黎将军虽然坦克是理大 但理大也会糟糕的 理大也会继续 大家一看到他们的泥淡有多重要 你就知道 都真的很继续 不过似乎 日子上 现在去到4月 黎将军就退了 接下来下雨的数量会少很多 水沟泥 就是他们的粘土 干身了之后 问题就不大了 无论去着树林附近的地区 湖泊附近的地区 去进攻 照计都会好一点 另外我们也知道 挑战者2 如果他配合了AS90 在一个战场上 一起去移动 包括AS90 他会在前面 开炮火 帮他前面清除一些障碍 然后 挑战者2 一直跟进 再加上附近 如果有其他战车配合 就会相当之好 其中一个 跟挑战者2 一个好的搭档 是Bradley's 事实上 在沙漠风暴 其他地方 你见到他 他都战迹表明 因为他本身 他上面的武器站 Weapon Station 他可以放置很多 不同种的武器 可以放置105大炮 也可以放置 反弹一个导弹 也可以放置很多防空武器 也可以放置 所以Bradley's 可以算是美国的战车界 非常受欢迎 他有很多不同的配搭 如果你30多架 Bradley's 在美国的战车组合里 什么都有 每一个不同的Task 都能够执行 而通常 我和Anson Link 他说 英国和美国 因为在海外 有太多行动 所以他们一做行动 基本上是运骗的 一运骗的时候 不仅只有M1和M2一起走 如果这样 当然可以了 没问题了 反而好有趣 就是14架 挑战者2 会配32架左右 这个M2 就是Bradley's 大家一起走 因为我们说过 Bradley's 你别看笑他 纯粹是普通的装甲战车 他的甲战车 当然没有挑战那么厚 但他的火力不小 因为机动力也不算差 所以他用起来 也挺好用 他要开罐头 他也能开到 可以配合到两种战车的优势 所以这个会是最佳拍档之一 因为现在没有办法 M1始终不可能在短期内 最快是8月至9月 这一刻 可能挑战者 炮2 会与M2 这些组合 我觉得 理论上 炮2和Mouda 的组合 都会比较多 始终一架 一架是雕色 一架是炮色 大家都是动物园里面的朋友 你见德国的名字 德国自己的车 一个组合 然后挑战者就和Bradley 这不奇怪 因为现在来矿真坦 只有挑战者和炮2 M1是未到的 当然M1最好的拍档 当然是M2 AMX10RC 当然都可以 是零色的 零色的战车 在公路上会更好的发挥表现 如果它在 雜波罗烈这些比较平坦的地区工作 应该会比乌冬这边是理想的 也要看 未来的乌克兰部署 想想怎样做 遇上T90 我觉得也不算有什么很特别的问题 T72当然也有优势 而且最重要的是 夜间作战的反击力量很强 会令T90更好 但T72夜间作战的情况 无论射击距离、准程度等等 全部都陷于下风 所以乌克兰部队 在夜间作战来近 大家会看到是一个常态 即是一个常态 就是经常会晚上作战 反击 将俄罗斯夜间作战的问题 能力会无限放大 到时大家会看到 这些很大的问题 下方是会最大的观众 发展感到 今年的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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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